大家好我是Stan EXID完全体 EXID透过日本官网公布 将在9月会在日本东京福岗大阪 民谷四个城市举行 Japan Final Live Tour演唱会 而因为演唱会的名字里有Final 所以很多粉丝们认为 这次的合体舞台 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完全体舞台 应该在日本还剩下完全体的合约吧 因为疫情没能举行的演唱会还有几场 真的是最后的演唱会了 韩国粉丝们应该都想去看吧 在粉丝的立场能这样看到完全体 也会很高兴的 希望能有更多人为他们姻缘 普娃与刘雨昕 普娃与中国歌手刘雨昕 在18日推出了新歌Petter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普娃的声音很好听 这个中国歌手的声音也很好听 第一次认识这位中国歌手 长得非常有气质 之前好像看过尹苏玛说过 喜欢刘雨昕的歌 结果就这样合作了 Sista完全体 7月19号根据媒体报道 女团Sista已完全体出演了KBS 因为当初是只有最近新专辑回归的 Hurin的出演消息 而现在却传出2017年Sista解散后 时隔5年的完全体合体舞台 所以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兴奋 哇我还以为是骗人的Taba 夏日女生回来了Taba 夏天姻缘太怀念了 说到夏天就是Sista 姐姐们要来接管夏日乐坛了 GD新曲 7月18号 GD在自己的IG与YouTube频道 公开了用摇滚风格cover的 Airbis Priestley的代表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的影片 而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太帅了 泛有才能的idol真的是幸福的事情 好想赶紧看到GD的搜罗专辑 大S与Kujunov的合照 大S与Kujunov的合照 横扫了韩国论坛 7月20号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这张 大S、Kujunov两个人 十指交叉紧贴在一起的照片 天哪天哪 又融化了融化了 因为两个人互相太喜欢了 所以才能这样 太浪漫了 真的是在人生中难得一遇的缘分 在台湾的7月 能这么紧贴在一起 这个真的是真爱